大家好,歡迎收看本期的生活調查團,我是嘉嘉 在節目開始之前,首先有一個好消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為了答正我們廣大的觀眾朋友 一直以來對我們生活調查團的關注和支持 我們決定免費送大禮上門 只要你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的八點半 鎖定公共頻道生活調查團 我們的節目組就很有可能會上門送大禮給你們 所以記得要關注我們的生活調查團 好了,晚上就進入到我們今天的主要話題 我現在手上拿著的這件事 相信大家都不會陌生的 這就是水果標籤子,非常之常見 但最近網上竟然有一條謠言說 這個水果標籤子黏在水果上面 會令我們本眾獨得 究竟這條謠言是甚麼一回事 是真料還是流料呢 馬上展開調查 沒問題 可以看嗎? 這麼多? 很漂亮… 比香港小姐更漂亮 西瓜嗎? 對… 吃光玩呢,吃光玩呢 吃光玩得更漂亮 對… 會像寶珠姐一樣 對…快點吃 西瓜 感谢观看 大嫂, 你看我吧 我是不是女人 真的黏得夠慣了 不過很癢 怎麼了? 不知為何, 很癢, 很癢 你怎麼了? 我騙了什麼? 我媽媽 生蟲怎麼? 糟了, 你黏了標籤 這些碎角標籤有毒的 我們是有毒的 我們快去醫院看看 什麼? 快點 我們去醫院嗎? 對, 快點 走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們對於生活當中的 色彩的要求也越來越高 作為出售的商品 包裝使用越多色彩的標籤 會吸引更多人的消費 增加商品銷量 水果標籤就是食品包裝的一種 在水果表皮貼上標籤 既顯得正規, 好看又顯得高檔 同時也方便大家選購 但網上傳出水果變遷可能有毒的消息後 立即引發了一群網友的熱演 其中一個網名叫做 呼木&飛龍就說 唉, 這個世界是怎樣的 網友自門未央就說 咦? 不是吧? 我吃水果從來都不批皮 而隨後我們亦都上網查找 水果標籤相關的訊息 消息網上大量轉載 包括人民日報等官方微博也都轉翻 色色說 食品標籤使用的水果標籤 會有很多的黏合劑 這些的黏合劑當中 通常都含有本、甲本、 耳甲本等有毒化學物質 標籤如果直接貼到水果表面的話 這些有毒物質就可能會滲入水果裏面 你有聽說過總提了標籤的水果 和本種度嗎? 嗯, 沒聽過 有聽過, 但是本種度我就不知道 沒聽過, 不過一般都撕了再吃了 不會有聽過, 電視音樂 沒聽到 沒聽過 沒有 他們隨機採訪了幾位街坊 多數都表示沒有聽過標籤有毒 而有小部分街坊聽到這種說法 就半信半疑 表現出很驚訝的表情 之後一位年輕人說 自己曾經在微博上看到光 並表示以後吃水果 都會將標籤下面的部分的果肉撕掉 究竟這些含有有毒成分的標籤 會不會穿越到水果的果肉裏面呢? 而本又是什麼? 本是一種化學物質 它本身含有本環 而帶有本環的物質 我們都叫本氣物 那麼本氣物是一種易灰化 也難降解的一種化學物 它會引起 就人類對人類的身體吧 就對我們身體會造成 一定程度的傷害 如果是吸入的話 因為它本身這個 本環就是很難分解的 而且它會一種會有 在我們身體內會產生一種積累 積累的話 一般來說它會對我大量的話 會引起我們類似白血病 會對我們的造血功能 會產生一定的傷害 既然本是一種毒性這麼強的物質 那麼水果上面的標籤 會不會含有這種有害的本呢? 標籤嘛 首先我們貼標籤 就那種不乾膠 就它是一種膠類 膠鏈劑 它裡面有膠鏈劑的話 膠鏈劑我們一般有水溶性膠鏈劑 跟油性的膠鏈劑 那麼水溶性膠鏈劑 現在我們是 也是我們國家大力推廣的一種溶劑 就是它屬於一種環保類的溶劑 除了水溶性呢 現在可能市面上還是有 就是有屬於油性膠鏈劑 那麼油性膠鏈劑呢 裡面就含有一定的溶劑 我們所謂的溶劑呢 就是說它會 就是一般的溶劑呢 國家規定用的是 就是說不含本類的溶劑 但是就是說現在呢 可能有一些不太純的溶劑 它裡面就會含有本細物 那麼本細物就是說 這個本細物肯定是 是一種就是說 對我們身體會有危害的一種物質 化學物質 照這樣看來 標籤子在生產的過程當中呢 會產生多多少少的本系物 那麼如果說當我們在買水果的時候 剛好得那麼巧 這個水果上面貼有的標籤子 就有本系物的話 那是不是就是說 這些有毒成分會滲入水果當中呢 為此我們才是購買一些的樣品 也就是發生本中毒的源頭 水果標籤 好了 那現在檯面上呢 放著的標籤子 也是我們平時很常見的 貼在水果表面的一些標籤子來的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它們上面寫著的字 也都不同的 也就是代表著 每一種不同的水果的身份代碼來的 那好像這一種呢 就上面畫著了一個蘋果 還有下面也是寫著一個蘋果的 那就是這種呢 就是貼在蘋果的專用的標籤子來的 那我們再來看看這個 那這個呢 上面也是寫著一個蘋果的標籤子 那我們再來看看這一種 那這種呢 上面就畫了一個芒果 這裡上面也是寫了一個mango 那就是這個呢 就是芒果的標籤子 那最後我們再來看看這個了 這個大家應該非常熟悉 新奇事也就是橙了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檯面上有的三種的標籤子 就分別是代表著蘋果的 芒果的 還有這個就是橙的 那還有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些標籤子 除了顏色 文字不一樣之外 它們的背後呢 都是有一些黏黏的膠性的 那這些膠性呢 也是之前專家所說到的 一個膠煙劑來的 而且聞上去 還有一層膠水的 很刺激性的味道 究竟這些紅紅綠綠的標籤 是不是含有有毒成分本呢 我們現在就將它們帶到檢測中心 讓檢測人員幫我們做一個詳細的檢測 經過一系列的科學步驟之後 本是不是真的存在呢 一天之後我們拿到了最終的實驗結果 這四種標籤都被檢測出有毒的本系物 本 甲本 和二甲本 而剛才我們就檢測到 標籤上面的確含有這一種有毒成分 那如果這些有毒標籤貼在水果上面 這些有毒物質會不會滲入果肉裡面呢 我們現在就來到某間的大型超市的門口了 那一間呢我們就會走進去看看 現在在這裡在售中的水果當中 究竟有多少是會連上水果標籤子的 那而我們今次的調查方式呢 也都是比較特別的 會換一種拍攝形式就是暗房了 那看看我們在待會的暗房當中 可不可以滑到些什麼猛料出來 馬上出發 我們的調查員家家 以一名普通的消費者身份 進入到超市裡面選購水果 我們一起跟過去 看看有沒有什麼發現 那我們現在就來到某間的大型超市 那誰剛才的一番搜索呢 其實真的不難發現 在商庭裡面 很多的水果都是有貼了這個水果標籤 好像什麼蘋果啊 雪梨啊 或者那邊的土啊 還有那個水蜜桃啊 有沒有一些不貼這些的 做什麼沒有啊 有沒有聽人說貼了會 就是那些膠那些什麼毒 滲了進去的 這裡沒有很多貼的 是嗎 是啊 這些沒有似的嗎 沒有似的 這些 即是廠家送的就是這樣的 是廠家已經送的 都會貼的 都會貼的 進口東西都會貼 經過調查員的暗房發現 在這個超市的水果領域 貼有標籤水果超過六成 不過超市的工作人員 對於標籤是不是有毒 就堅決否認 隨後我們還走訪了 市場的水果檔灘 和水果批發市場 但都呈現相似的景象 大部分水果 無一例外都貼入標籤 而且貼了標籤的水果 比沒有貼標籤的水果 還要貴一倍的價錢 經過我們的一番暗房調查之後發現 無論是在哪裏賣的水果 大型商場 抑或是街邊的水果檔灘 賣的水果 大多數都是 好像我手上的香蕉一樣 是貼了水果標籤的 若然按照傳聞所說 貼了標籤的水果就會有毒的話 我們吃了這些水果 便很牙煙 隨後我們將這些貼有標籤的部分 水果帶回去實驗室 現在檯面上放著的 四種不同的水果 就是我們剛才在水果檔灘 隨機買回來的 分別有蘋果、橙、雪梨和香蕉 我們也可以看到 在它們的果身上 貼著一個水果的標籤紙 我們也可以看到 這些標籤紙的顏色不一樣 上面寫的字也不一樣 我們現在首先來看看 這個蘋果上面貼著的標籤紙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這些標籤紙 貼得比較實淨一點 我現在把它撕下來看看 我們撕下來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上面是有少許的膠 依然都是貼在果身上 用手擦 是不太擦得脫的 我們現在再試一下 用水來洗 看看可以怎樣 我們這邊就準備了一盆碎 好了 我剛才就比較大力的擦 特別是 剛才是貼了標籤的位置 我也是很大力的擦 雖然說現在看它表面上 好像就沒有什麼膠的痕跡 但是好像摸上去 還是有少許貼手的感覺 我們現在就用刀子 來切開這一塊 剛才貼著標籤的位置 來看看裡面的果肉 是怎樣的 好了 我們在切開之後 可以看到這個果肉的本身 都是比較新鮮一些 還有有很多汁很多水 我們再來看一看 這邊剛才是貼了標籤子 那邊的果肉 都是呈現一種比較新鮮 和多汁的感覺 而且在表面上也沒有看出 是任何的意樣 和有腐難的跡象 膠鏈劑就是說 有兩種水溶性和非水溶性 那麼水溶性來說 我們就稱它為 屬於是一種環保性的膠鏈劑 那麼非水溶性就是油性的膠鏈劑的話 就怕它就是說 如果它不含有本性物 那麼我們還可以放心地去用 如果含有本性物 那它就是不合格的 這就是偽劣產品 來 橙 香蕉撕開標籤之後 都會有膠水貼在果皮上面 而且標籤印也都在上面 用清水洗 同樣也都洗不了 到底這些貼了標籤的水果 有沒有問題呢 我們現在就把四種水果打包 並且做好標記 然後送到檢測中心進行檢測 老師你好 今天是這樣子的 我這邊就拿了一些水果 還有一些標籤紙 我們想知道裡面會不會有一個本 然後就麻煩你今天幫我們解測一下 可以 好 謝謝 檢測人員用刀刺下了四種水果標籤的果肉 然後分別取十克進行檢測 六個小時過去 我們拿到最終的檢測結果 結果顯示 結果標籤的蘋果、橙和梨以及香蕉 都沒有被檢測出本性物的殘留 也就是說這四種水果是安全無毒的 你說奇不奇 之前我們就檢測了一些標籤裡面 是含有有毒物質本系物的 但是貼了這些有毒標籤的水果身上 竟然就沒有發現有毒物質本系物 那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為了更進一步調查標籤 是不是會導致水果中洞 我們拿到剛才檢測到含有本系物的那些標籤紙 然後再去到水果攤檔購買幾個沒有貼標籤的水果 以蘋果為代表 接著來我們帶上標籤和蘋果 再次去到檢測中心進行實驗和檢測 好了我們現在就帶齊所有的樣品 一起來到中科院 馬上找老師幫我們做一個檢測 看看結果會是怎樣的 檢測人員先稱了下水果標籤的重量 為了確保數據的準確性 我們對標籤再進行一致本含量的檢測 緊接著我們將新標籤貼到蘋果的果皮上面 然後用刀將貼在標籤的果肉切一塊下來 拿10克進行檢測 最後再拿一塊遠離標籤的蘋果肉 再取10克進行檢測 好了經過了整天的檢測之後 現在最終的報告結果已經拿到我的手上 我剛才也不斷地瞅了眼 就發現本系物的數值是產生了微妙的變化 究竟是怎樣的結果令到家家那麼驚訝呢 結果蘋果上面的標籤子居然檢測到含有本系物 含量又是多少 我剛才也不斷地瞅了眼 就發現本系物的數值是產生了微妙的變化 究竟現在的本系物數量是有多少呢 馬上為你揭曉 通過檢測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 沒有貼過標籤在使用之前測得的本系物 是每平方米0.4毫坑 而貼了蘋果果皮上去之後 本的含量就下降到每平方米0.08毫坑 大家是不是覺得很奇怪呢 為甚麼本系物會少了呢 這些少了的本跑去哪裏呢 會不會貼到果肉裏呢 答案極曉 標籤下面的蘋果肉是沒有檢測到本的含量 而遠離標籤的果肉也沒有檢測出 為甚麼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呢 因為本是很容易揮發的一種物質 就是它低溫 它揮發溫度就 就二三十度那樣吧 就是說它的揮發溫度是很低的 在一般的室溫底下你放時間長 它就會揮發了 那如果你在這個不干膠裡面貼的標籤 果肉上面 它如果是還沒 就是說已經放了一段時間再貼的話 它應該是 容器已經揮發的差不多了 那如果是它含的本系物 含量比較高的話 它還沒揮發完就貼下去 它也許會滲透在這個果肉裡面 那麼如果我們吃了這樣的果肉 那肯定是對身體會有危害的 本的有揮發性 在放置過程當中就會揮發走 因此網傳標籤本殘留 會轉移到水果的說法是不正確的 調查到這裡 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了 無論是貼了標籤很久的水果 也或是剛剛貼上標籤的水果 大家都不需要太過擔心 裡面的有毒成分會滲進果肉裡 而且網上傳言說 水果標籤會導致本重度這個說法 簡直就是不科學不正確的 雖然專家說了 標籤並會導致水果本重度 但是它也提醒了我們 這些水果標籤子 可以不貼就盡量不要貼 如果要貼 最好都是貼到水果的外包裝外面 例如一些水果去套裝 或者紙袋或者索料袋 貼到外面明示水果信息 但是就不可以把標籤直接貼在水果上面 我們最好就是說先讓這標籤 先放一段時間再貼在果肉上 或者是回來馬上把這個標籤撕掉它 不要讓它在果肉上貼的時間過長 還有一個就是說我們要看這標籤 就是說出產的時候它合不合格 有沒有進行過一個檢驗 有沒有一個容積殘留的一個檢驗 所以說大家以後在購買水果的時候 都不用過分擔心上面的水果標籤的有度成分 會滲了在果肉上 還有以後大家在吃水果的時候 其實最好都是批皮吃 這樣會吃得比較健康一些的 今期節目時間到這裡都差不多了 還有要再一次提醒我們的觀眾朋友 我們現在節目是有福利要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會免費上門送大禮給大家 所以說以後逢週一至週五 記得也要鎖定我們的生活調查團 這是我們送你的大禮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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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爬到三樓了 我們就隨意去一間街坊的家裡 我們敲一下門 看看他現在是不是在看我們的公共頻道 生活調查團 來,立刻開門 敲門 沒有反應 再敲一次 你好 我們是生活調查團 你好… 你好,在這裡嗎 小朋友太熱情了 看到我們 我們進來 你好,我們是生活調查團 你好… 你好,我們攝像哥哥 你好像在看我們的節目 請問你怎麼回事 我是聖業的 月小姐 請問你平時有沒有看我們節目 也有 是嗎 是… 是我們忠實粉絲嗎 基本上 剛才剛才看完那個新聞調查的 DV現場 DV現場 你看我們手上拿著一些小小的禮物 為了答謝你一直以來支持我們 生活調查團 但是呢 就…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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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給你們的 那另外呢 我們手上呢 還拿著一些小小的禮物 不過呢 可能那個問題呢 就要升級一下的 那你剛才 也在這裡看我們節目 你知道我們今晚的節目 播出的內容是什麼呢 呃… 調查奶粉的 對… 對…對… 對…關於奶粉的這些問題 會不會媽媽會特別關注 嗯… 肯定啦 加上我本身是做幼師的嘛 會更加關注這方面的東西 這個禮物 送給你的 祝你生活愉快 哈哈 呃… 呃…你今晚看到我們節目呢 呃… 其實我們今晚說的主題的內容是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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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平時是否喜歡比較開心的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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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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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時我小朋友 剛剛在吃奶粉 那時就是爆發了那個 三醉青胺那件事 對… 就是因為那件事之後 我小朋友斷了奶粉之後 後來都不吃 我覺得 小朋友一定要多點 喝多點奶粉 這樣才會健康 哦… 好的… 嗯… 那我們在最後呢 也都祝小朋友 快高長大啦 聰明靈利啦 而且… 祝你們… 生活愉快的 好的… 那我們今晚送大禮的環節呢 就結束了 如果… 呃… 電視機前的你 都想獲得我們的小禮物呢 就記得關注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 生活調查團 全言變國 下早先說 下早先說 耶 祝你們節目時間到這邊 也差不多了 下期同一時間我們再見了 再見